每天爱自己一点点 轻轻松轻松轻松松治病 欢迎大家收看《简单爱》 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头痛偏头痛 呱呱就不痛 有人问了 头痛偏头痛 刮痧就不痛 有这样神奇吗 的确有这样神奇 前些日子 有个女性头痛偏头痛 由家里人掺着扶着进来的 一进门就蹲在地上 然后面部表情非常单看 我捏住她双手 合骨穴 两三分钟后 面部表情舒缓了 所以合骨穴 有缓解疼痛的方法 这个时候我扶她再上床 躺在床上 我对她的头部 进行了刮痧 那么刮痧的时候 头部刮痧 先选择的 因为人在头痛偏头痛的时候 一定是紧锁眉头 面部表情非常难看 那么这个时候 一定要先刮她的眉头 从眉头到眉中眉尾 用碎部的方法 然后刮湿她的眉目 一直刮到她太阳穴这个地方 另一侧也是这样 走碎部刮 这个时候她眉目就放松了 然后我们再进行 从神庭到百慧这个穴位 那么到百慧这个穴位以后 两个耳尖 两个耳尖向上连线的 终点就是百慧穴 我们用刮痧板在她百慧穴 行单一方向的刮式 单一方向的刮式 如果这个人偏头痛偏厉害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主要刮头的偏侧 也就是头的两侧 从太阳穴开始刮式 一直刮到耳后边 风驰穴这个地方 我们最好使梳子 贬食刮痧的梳子是最好 那么从太阳穴这个地方 然后也是走碎部 然后刮到哪里 刮到耳头 后边有一个风驰穴这个地方 这是头痛偏头痛 刮刮就不痛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包包里头 口袋里边 要经常抓个 装一个刮痧板 或者编食的梳子 经常对头部呢 进行轻轻的 或者刮式一下 好 那我们有一个穴位 在夏天 那么经常会有空调开放 每个角落都会空调开放 那么空调的风 直接会进入 先进入到我们的脖子后面 因为脖子后面的风穴特别多 我们有一个穴位 风腐穴 那么一个是去头风 去风热 一个是经常刮痧 然后阻能够防止我们的风寒 节气进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边 好 我们看看风腐穴的刮痧 风腐穴在这个地方 然后刮的时候 稍稍用力刮一下 刮到这个地方 多刮几下 很多头痛 偏头痛的人 一定要刮这个地方 用力刮到几下 头痛的症状 环节很大 然后往下刮 刮到大椎穴这个地方 大椎穴这地方 然后从风驰穴 沿着脖子的侧面 刮到肩颈穴 从风驰穴 沿着脖子后面 刮到肩颈穴 好 那么头痛也是有很多原因的 如果我们是因为脾气急 然后挨上火 那我们就找干净的穴位 来进行刮试一下 干净的穴位 在这个地方 这个脚面上有个穴位 叫太冲穴 大家可以用刮沙板 然后刮一刮 干净这个地方 干净这个地方 就是太冲穴 用刮沙板 在这个地方刮试一下 那如果是因为 吃得过于肥厚 吃得过于油炸 然后呢 吃的食物不容易消化 也容易引起头痛 那我们就选择 胃经上边的 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 然后也要进行刮试一下 那么头痛的急速缓解 就是用刮沙的方法 通过你这样刮沙 头痛即时缓解 那么有头痛 偏头痛的人 可以不妨试一试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选用更好的方法 来防患未然 用爱揪的方法 爱揪点燃 然后点燃以后 我们找不到 我们自己在做爱揪的时候 很难 这个揪到我们后背的穴位 我们就选择我们的肚子上边穴位 肚子上边有关元穴 有中板穴 然后因为吃的太多 不容易消化 然后都在腹部里边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进行 爱揪也是选用大幅度的旋转 大幅度的旋转 十分钟就可以 再选择足三里这个穴位 找不到穴位没关系 不要拘泥一个穴位 准确不准确 不要拘泥 然后对着这个穴位 就向下揪下去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感觉爱火 这个揪火在你的腿部 然后有一些群形环绕在腿部 然后将你这个头痛的症状 通过揪火 然后怎么样呢 让它揪出体外 由于现在的工作 包括我们现在的压力 过于紧张 过于工作 过于繁忙 然后呢 工作过于沉重 很多的人有头痛和偏头痛 大家不妨用刮痧 用爱揪的方法 刮痧呢 是帮助我们即可缓解 按穴位也是帮助我们即可缓解 爱揪呢 是帮助我们 增加 爱揪是帮助我们增加正气 那么使我们疾病消灭在我们的萌芽状况当中 简简单单爱揪 轻轻松松治病 谢谢收看 简单爱 我 rehabilite 为 在